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爽妹子的资源都是大IP和大偶像剧 在电影画壁里饰演深爱邓超的小仙女 惊艳了很多人 还有在《相爱穿梭千年》里 但一个发型都是扁划多端 美丽极了 不过大家还是觉得在她的新剧里 美艳自信的学霸薇薇 被演出了初雨巡的样子 杨杨吻的那么入神 屏幕前的少女嘴都嘟了上去了 爽妹子却眼神空洞分分钟出戏 所以啊 爽妹子的演技还是有一些局限 谁让我们想看到你无比完美呢 接下来爽妹子的首要任务就是 多吃饭 假继续磨眼界 再来说说周冬宇 他在网友投票环节 优势并不明显的情况下 却备受专业媒体人青睐 一路追到第二位 周冬宇18岁 平山楂数值恋中静秋一绝 就拿到花表奖优秀新人女演员的名号 出道六年三部电视剧 十六部电影 合作过张艺谋 陈可新 关锦鹏 高群叔 宁浩等一票领导 天时地理人和他都包园了 这让其他小花无人能比 后来换了造型团队 转型潮流少女 暂时上圈也是风生水起 当然 人再见胡飘 哪能没有黑历史 周冬宇的黑历史 几乎都来自不会说话 尚综艺对王逊缺乏尊重 背拼没礼貌 上快本面对正元唱的认真 无厘头捣乱 不过人是会成长的 这波 在我们相爱吧中 他的表现让大批黑粉转真爱 小狗狗和六说 算是目前圈内最火的一对CP了吧 排名第三的关小童 虽然是四花蛋里年龄最小的 却是戏龄最长的 从四岁半就跟着父亲拍戏 十几年的经验 那可是真材实料啊 年龄和延迟同步增长 让他完全没有同情转型的困惑 轻松地在这个主价 借助九州天空城 完成了从国民女儿 到青春偶像的蜕变 自天空城之后 关小童的关注度 那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不信你看 学霸人设说了一整个夏天 高考 放榜 录取 每个节点必有话题 就连最近北影开学 他更是排列组合上热搜 关小童杨幂 关小童挚友 关小童演讲 大伙纷纷表示 照片太精细 宣传太过力 伪装成路透 有点过头了 还是那句话 强扭的挂不甜 强发的照 所长不看 比起关小童转型的毫无压力 一样同情出身的杨子 可是真不容易 男就男在 把多年的小雪熬成自己 经过战长沙 欢乐送 和珠仙青云质的洗礼 大家总算不再喊他小雪了 关注他本身了 就演技而言 杨子在年轻女性里 数一数二 就算演个傻白甜 也能让人不得不爱 请感受一下 蠢萌少女的房秦安徐 转型成功的杨子 紫园越来越好了 但是非正义 也接踵而至 对外形严苛的他 近期的新闻 多集中于 每次出现都变脸 所长只想说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做你自己就是最美的 别老瞎捣吃 好了 四位小花的优势隐患 所长已科普完毕 你们心中的当家花旦 是谁呢 张一山进来忙着 一步一步的拍戏 最近难得回到北京 这位90后演技扛霸子 现身小时候 曾住过的胡同 还要来曾合作演出 家有儿女 同时同性出身的老友 盛冠森 两人相见甚欢 一路从下午开喝 到凌晨两点 后来似乎是玩开了 他直接在路上 勾住好友脖子 当街亲吻对方 接下来就有点重口味了 今晚还一把抓住 对方的要害 最后张一山 甚至在路边脱库尿尿 大写的匪夷所思 其实距离不到十米的地方 就是公共厕所 尿急到这种程度 可真是喝大了 从图片上来看 张一山小便的时候 被摸刀的男性友人 就站在一旁 饶有兴致地看着 这羞羞大行为 让粉丝都吓傻了 这真是我们认识的张一山嘛 8号晚间 张一山道歉 并说以后会少喝酒 还调侃到出门踢正步 路窗穿西服 不要这么苛求自己了 注意看路标提示 前方一百米 公共厕所就行了 你们发现没 最新塞的事 莫过于吃瓜群众 干着急 主角说他不着急 这项老干部霍建华 都要抱娃当天了 那项胡哥 还依旧幼崽幼崽 没有进展 要知道 在霍建华与林心如的婚礼上 胡哥 你可是第一个蹦出来 抢滑球的 当时在场的很多人 都以为胡哥 你也计划结婚了 但胡哥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在最近某活动的采访中 谈期何时结婚 胡哥说 抢滑球 我是被无奇龙推上去的 因为我不知道男生还要滑球 结婚我不着急啊 彭于晏都还没结婚呢 胡哥是越来越调皮了 这个推辞 所长给你满分 不过要结婚 怎么也先得找到另一半啊 你们哪位姑娘 来收了胡哥吧 盼着盼着 终于把爸爸去哪四盼来了 所长得到消息 节目将改成网综 啥意思呢 就是在网上播了 而且节目设定 三个实习爸爸在素娃 萌娃们已经开始报名了 在一众萌娃中 最强眼的就是徐静莹 因为她可是王妃的女儿 和王妃一起拍过广告 你看笑起来 还真的和王妃有点神似 并且超萌大眼 绝对的气质型小美女 不只有王妃的女儿 参加报名的 还有昆灵的干女儿 刘亦凡 大眼混血宝宝超可爱 多次和昆灵一起拍广告 关系特别好 还有周嘉诚 她是中美混血 这么可爱软萌 竟然是个男孩者 参加过放开我baby 就是马天宇的儿子 不知道最后这些小朋友们中 哪三位可以参加节目 不管是谁 都可以成为明日之星的前置啊 家气如梦 美人难再得 很多人都怀念郑爽 没有整容钱的样子 最近网友 把她刚出道时 拍摄的广告 打包放送 简直是全心全意 为粉丝服务的好人啊 那时候的小仙女 还有点婴儿肥 满满胶原蛋白 罗里风 女神风 驾驭自如 所长个人喜欢最后一个广告 鲜得很 你们喜欢哪一个呢 还记得 因为太阳的后裔 大红的送中期 有一次去香港 参加活动时的场面吗 二十多名保镖 手拉着手 场面那是相当的英勇霸气 然而现实情况 是并没有那么多的粉丝 这就叫想多了 确实有些尴尬呀 这样尴尬的事儿 最近又在香港发生了 郑秀金和郑秀妍两姐妹 到香港参加活动 两大组合哀悼 现身机场 本以为接机的粉丝 一定会很多吧 现场一定很疯狂吧 也会很拥挤吧 这就叫又想多了 两人一下飞机 活动主办方就安排了 二十名保镖 团团围住正式姐妹 怕出事儿 可是万万没想到 来接机的粉丝 寥寥无几 只有十几个 还有一些 事不明所以的路人 都超级淡定 完全没有拥堵现象 但保镖还特意表现出 人很多的样子 来让一让啊 大家都让一让 这演技也是没谁了 好吧 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 现场的氛围 你瞅瞅 造成拥堵的人 不是粉丝 而是保镖啊 主办方还真是周到 保镖当粉丝又 一举两得呢 好了 今天所长想问的是 你们心中的当家花蛋是谁呢 搜索微信公众号 所谓娱乐 参与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 神秘礼物哦 所谓娱乐 不看你就out了 各位周末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